再見了 傳說對決 這次真的要退休了 在你看這一部影片的同時 佩娜已經悄悄的走入歷史了 我這才發現原來佩娜的聲音 是這麼的好聽 有趣的地方是 佩娜這個1001頁的造型 是在2019年的6月30號 也就是滿三週年的時候 佩娜整個被刪除掉了 而且有趣的地方是 你知道佩娜是被誰給擊殺的嗎 對 就是維拉 而我今天在玩佩娜的最後一場 5佩娜我們就遇到了5個維拉喔 這有點像在做時光機一樣 我們不會重蹈復車 這一次我們要來扭轉歷史喔 我們要把前面這一隊 維拉隊給打爆 我敢跟你保證 假如我的佩娜是最舊版本的佩娜 我已經把對面的維拉 打到一件衣服都不剩了喔 一開始最舊傳說版本的佩娜呢 是只要站在他的圈圈裡面呢 就會直接團隊補血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有幾次之後的傳說對決 為了讓佩娜的1技能呢 那個範圍圈圈有傷害 又能降低對方移動速度 所以變成一個單體補量喔 看似不合理 但是也讓佩娜帶來了全新的春天 如果你有在看全新的 傳說對決AIC世界大賽的話 外服有用我之前介紹過的那一套喔 佩娜再加上卡芬妮 魔龍路的傳說路霸喔 很可惜在外服開發出 這套全新的打法之後 佩娜即將走入歷史 而今天呢 如果你登入傳說對決 你有佩娜的話 你就會直接變成全新的英雄海倫喔 可惜全新的英雄海倫 是一個純輔助的英雄 他比佩娜的1技能補更多的血 被動技能能夠跑得更快 大絕招附帶的回血 也比以前回更多 但是1技能不會再造成傷害了喔 所以全新的佩娜 只有一個弱點 是什麼弱點 出一本拘魂你就直接再見喔 我在體驗伺服器 其實已經玩了非常多盤 全新的英雄海倫 他的弱點呢 就是順風吃神逆風的話 那就只能QQ了各位 好啦那之前也有觀眾來信 希望呢我能夠唱一首 他每天一定要聽的一首歌 叫做BBQ了 那他叫我唱這首歌 請我用高難度挑戰 你可不可以用米奇的聲音 唱這首歌 沒有問題 為了讓你能夠睡得了覺 我願意實現你的願望 開始囉 這首歌我們同樣的也獻給佩娜喔 完了完了完了 BBQ了 真的BBQ了 真的萬短了 怎麼會這樣 怎麼變成要 真的BBQ了 BBQ了 好像有點怪怪的對不對 你知道嗎 每天呢我在刷網路的時候 一定會聽到這首歌 不管那個人影片拍的再難看 只要聽到這首歌 我就會想要停下來 發生了什麼事情喔 有個人拍了一個很鮮明的對比喔 假如你是在2015年以前喔 可能如果你跟你的兄弟姐妹 只要吵架或是打架 你的爸媽媽都說 欸不要吵架喔 再吵兩個去罰戰喔 那在2015年之後呢 到現在的2022年喔 只要出了事情 你的父母就會拿起手機在那邊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BBQ了 真的BBQ了 真的完蛋了 我覺得真的是超級好笑 就是也有人在反諷 現在出事喔 以前你可能出車禍 有人呢就會直接過去扶你說 欸你沒事吧 要不要幫你叫救護車 現在看到別人先出車禍 第一時間先拿起手機 先拍T-TOK 抖音再說喔 然後還要在那邊放這首歌 真的是有一點嘲諷 算是蠻好笑 另外我發現一件事情喔 以前我們國小國中音樂課 都要才藝表演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 還要不要才藝表演 那才藝表演有個選項啦 像我這種完全 連直迪都不太會吹的 才藝表演每次都只能唱歌 那以前我們都會 唱周杰倫的歌啊 王力宏的歌啊 啊我不知道現在 能不能唱這首BBQ了 不知道 唱了這首歌又能拿幾分喔 如果你們班上 有人唱這首BBQ了 在才藝表演的話 也歡迎跟我分享一下 他到底能夠在音樂課拿幾分喔 好了那現在呢 我們伍佩娜對方的薇菈 已經出了拘魂 但是我們完全不需要害怕 我們就是一直衝就對了 但是我發現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只有三排 其他兩個是搭路人喔 所以我們你看 對面的薇菈丟一技能 我們全部都直接站在一起 在昨天晚上我玩了兩場 第一場就是這個 五佩娜對上五個薇菈 第二場 我們還是遇到對面這組陣容 同樣的玩家喔 然後對面這次選了普雷塔 然後我們一樣也是三排 結果我們的隊友就在 第二場快輸的時候說 選這什麼破角色 哈哈要輸了吧 然後我就說 你知道嗎兄弟 雖然佩娜在你眼中 是一個破角色 但是他陪伴著所有傳說 對決的新手玩家 好像也沒有到排位賽很高端嗎 你知道今天是最後一次玩他嗎 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說 那又怎樣破角色 破人選破角色 然後那一場我們就直接被打爆了 那一場真的是快笑死了喔 第二場我們 下一場我們玩佩娜的時候 遇到五個普雷塔 我們真的被彈到 從高雄直接彈到基隆去喔 差不多就是 香港到廈門之間的距離喔 好啦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繼續守吧 只要仙靈一出完喔 就直接再見囉 很多人會嘲諷佩娜 沒有出仙靈 當然被薇菈給打爆 不用擔心 這場我們已經要出仙靈了 當我們要出仙靈的時候 好像也是差不多完蛋了喔 薇菈的二技能是可以 內建降低魔法防禦 哇那對面薇菈一直愛心愛心愛心 我們就被愛到直接再見了嗎 哇救命啊 各位哇這也太痛了吧 他們就一路這樣嚕過來 完全擋不住欸 其實我們也有暗藏一招 我們有出一個武力型的佩娜 就是近戰型的佩娜 出近戰的聖劍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裝備還沒出來 我們就已經要被推到主堡了喔 欸佩娜這隻英雄 喔應該也說是第二隻喔 歐米加這隻英雄 欸可是也不對 他應該是傳說對決第一隻 真正被刪除的英雄 像歐米加被刪除 他也是外觀重置 也沒有像佩娜這麼慘 不知道官方是受了什麼打擊 還是有什麼新的計畫嗎 雖然我覺得海倫這隻英雄也很可愛 但是佩娜這隻英雄 我也覺得非常的可惜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各位 我知道現在有些人還在準備期末考喔 像昨天有個很可愛的觀眾說 布布恰恰我們這個禮拜還要準備期末考 像我帝國小 他們都已經在考完 每天都在玩手機了 我還在這邊準備期末考 請你能幫我加油嗎 好吧那我想幫各位正在準備期末考 那你剛好也有在看我的影片的同學 加油啊 再撐過一個禮拜就可以上快樂的寒假福島了 有些人可能沒有寒假福島 不過我看新聞說 是不是寒假福島在今年是只有半天啊 我是看新聞是這樣說的啊 說真的半天的寒假福島到底可以做什麼啊 去吃個早餐就準備 準備下課了嗎 我是不知道 我是今天看新聞說的啦 那你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你寒期福島正在做什麼事情呢 今年遇到比較多的是很多考完國三的畢業生 每天都說BBCC我考完好爽喔 終於沒有寒假作業了喔 但是我必須跟你說喔 從國中進入高中 高中才是你主要的壓力的開始喔 要撐過去喔 撐過高中就有好玩的大學了各位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我們幫佩娜的退休進行就到這邊了 希望官方有一天也能夠復刻這個佩娜 我覺得佩娜這隻英雄 還是蠻值得收藏的喔 尤其是這個造型 他也是跟著傳說對決 從一開始到最後的英雄欸 欸沒有到最後啦 現在已經被刪除掉了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把影片按下喜歡 掰掰囉各位 我們報仇失敗囉 做時光機回去 還是一樣 被薇拉給打爆喔 好吧那就把它刪除吧 掰掰囉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 這一й影片 木 不是